接下來是由敬帆帶來的 剛剛我們聊到了OSM街景的踏查團 接下來我們就邀請敬帆 敬帆也是我們踏查團實地踏查的一個很重要的駕駛員 因為剛剛有提到我們已經去了兩次的實地踏查 那我都坐敬帆的車 然後我們就都去了一些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我們都去上山啊下海啊 對都去仙境 沒錯我們就是專門去走那種沒有人走過的路 或者是連街景車都開不進去的地方 就是Google Map街景車有沒有 他們有些地方是沒有街景的 我們就會專門去開那種連街景車都開不過去的地方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邀請敬帆來跟我們講說 要怎麼樣自己帶著一台360的相機 你今天有帶對不對 有 那等一下也會demo一下這個360的相機 怎麼樣自己拍街景 怎麼樣對抗這種Google Map的這種 這種大Google Map的這種壟斷嗎 那接下來我們就邀請敬帆 那個事情也不下一個講過誇張啦 那謝謝大家過來參與這個議程 這個議程是帶著360相機拍街景 那我自己本身是 OSM台灣社群的成員 那也本身也喜歡爬山 所以在開放街底這一塊算是 利用率算是蠻高的 那下面的那個點過資訊就 大家看看就好 那本次投影片的話我是放在最下面的這個網址 那以後大家要是需要查閱的話也可以使用 好 那話說從頭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的議程 緣起跟你們介紹一些 我們想說的時候我們要拍街景的 361相機以及全景照片的一些處理步驟 好 那既然大家剛剛上一個議程有提到說 維基美理基金會這邊的補助專案 那我們的緣起其實也就是這個 剛剛也提過說 我們有拿到補助那就可以出車 那當然這些字那麼多全都是廢話 重點只有一個 我們有相機啦 畢竟使用手機拍照的話 其實有相當大的局限 那所謂的360相機其實 我在千幾月也是第一次接觸到 真的蠻好玩的 那這邊做個調查一下 因為我曉得說不管是男生女生 可能有很多人業餘小嗜好 就是拿著很貴深深的相機出去玩 那大家有比較資深的攝影經驗的人有沒有 可以舉一下什麼 有在玩相機的 都沒有嗎 我要先講一下我本身是 沒什麼相關經驗的 那踏查轉心得的連結我放在這邊 其實大家在中間做紀錄也是算是蠻相近的 好那這邊是上一次6月19號門 到清北山區的一次 好啊開始錄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只是普通的一個 那個四四方方的那個 四四方方的一個攝影的那個投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跟最下面其實都被拉收了 那360相機其實就是相當有 那我怎麼弄的啊 就直接這樣拍 然後這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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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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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好 那我記得 欸 video ad by voice 這個 我好像有把那個 google的連結放在這裡 啊有 找到了 那剛剛看到的是 比較普通的那個 HDNL5的video tag的那個 影片的放映 那真正的360 它其實 使用在 呃專用的 那個 播放器上面 其實會 像這樣子 對 360 來 請問一下 在做什麼 欸 不好意思那個 google這個應該是可以去轉的 但不曉得為什麼今天現在可以把它轉 可以注意到一下 就是在 google photo 之類的平台 他有一些影片 他最上角會 會標註三六的影片 那其實 在發音的過程中 就可以去左右 去旋轉 不好意思 這個 那個 學校電腦不太熟悉 應該是可以轉的 不過我們就先繼續下去 好 那我們有了相機 我們也有了那個 基金會補助的專案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知道說 欸 為什麼要拍街景 應該說 我們 OSM 它其實 我們是個地圖的專案 啊 講白一點 我們除了地圖之外 其實 OSM 撥掉那些 大大小小的服務 跟一些生態系之外 其實OSM最重要的事情 是取得地圖的圖資 欸 我這邊的那個網頁 其實就是 OSM 全球 全球的那個 那個圖資的下展 那裡面當然是不包含相片 而是只有 呃 非常基礎的一些 Tag 資料點位 這些 欸 那既然OSM它本身 並不包含圖片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做拍攝呢 其實相當簡單啊 因為 我們在 呃 修改OSM這個 超大的地圖資料庫的時候 其實我們非常仰賴街景 也就是 呃 我們自己在做編輯的時候 會需要看到 道路上實際有哪些物件 那除了 衛星影像之外 街景就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 呃 下面這個圖片就是 呃 我們最普遍的ID editor裡面 它會使用到的 一些介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右邊 就有一個 照片覆蓋層 這個是 最近幾年才加入的功能 它提供了很多街景平台 服務的街景 那 這些街景平台 它 維持這些圖資服務當然也是 會需要花費 呃 要成本 但是他們就是願意提供給 OSM的編輯使用 當然只供編輯 並沒有說 你可以去 做個商業使用 那 這個是Google 街景的那個 收費啊 當然 Google也是沒有 免費提供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1000張的那個 街景圖 就會需要 7美元 那其實真的是 蠻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 我們不會 拿大家 周期的Google街景 而是我們自己出去派 然後 來自己畫地圖 那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關鍵字 Panorama 全景圖 它其實就是 我們360相片裡面 最終會需要拿到成品 好 那 剛剛的IDEA的裡面 它 我們要是選取了 Mapillary 它是其中一個街景平台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它就跑出一條 綠色的路線 那 每一個 綠色路線上每一個 那個照相的範圍 它還有一個朝向角度 那我們就可以 跟在Google 地圖 街景圖一樣 就是 往前往後 都可以去做 查閱 那 想像一下 它要是360街景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細節有更多了 那 除了Mapillary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平台 是 Carta V 那 它的前身是 Open Street Cam 也是跟OSM 有相當密切的一個 街景平台 它鼓勵使用者 自己拍攝 街道影像 並上傳 那 其實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照片覆蓋成它 比較沒有 那個照片的朝向 其實 這個照片是我拍的 那 它沒有朝向 其實 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本身 沒有上傳相關的 那個 資訊 那 不管是 Mapillary或Carta Vue 它在 呃 它在提供 使用者上傳的時候 都有提供 系列的API 跟它詳細的說明文件 那其實都在他們的網站上 都可以看到 欸 那我們剛剛提到 Carta Vue以前是 Open Street Cam 沒錯 它到目前為止 在文件裡面的那個 商標還是沒有改 都還是叫Open Street Cam 那 不管 這兩平台 它不管怎麼樣 它除了上傳照片之外 它其實 都是以Sequence 一系列 就是照片之間 比嘴有關聯 只是它 呃 照片它是 使用時間 就是 時間有前有後 然後用 Sequence這個單位 去 當作你上傳的一個 呃 上傳的一個 整體 你一次就上傳一個Sequence 一系列照片 不是一張一張上傳 對 那 在Carta Vue的 使用者介面的話 你可以在一些Dashboard上 看到 呃 相關 你自己上傳的一些接近 那這個我們等下再回來看 好 那講完為什麼要上接近平台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360相機 道程三角的相機 其實我幾個月之前也不曉得 啊 我們這一次拿到那種補助專案之後 呃 採購的機型是NISTA360 ONE X2 那其他類似的360相機 還有GoPro 或者是 那個 FITA 對 那360相機它最大的特徵是 欸 前後 都有一個語眼鏡頭 那它拍攝角度其實 呃 一個語眼鏡頭它可以拍攝超過180度的 範圍 那兩鏡頭疊合起來的話 它疊合起來的影像才是真正的360相 那這些就是它 對 那它當然也是可以使用一些遙控器 或者是手機APP進行連線去做操作 不用說 欸 手要一直安安安安安 這樣會太麻煩 好 那 那 這個是我在第一次那個出車之 呃 第一次 呃 拍攝間影圖之前我今天做了測試 那這個是在車頂上先 呃 那 看起來有點不牢靠 但 真的還蠻穩的 就是車速你開到80、90 欸 它都是穩穩的細節 不過當然你還是要確定一下 它 呃 呃 那個 車頂有清潔乾淨 它也沒有說 非常的奧穩不平 好 那除了汽車之外 其實 也是可以用機車去做街景拍攝 那 這個圖片是我在陽明山 金山公路的附近 討的時候 使用的 欸 通常大家如果對那個 呃 機車去做一些拍攝 比較熟悉的話 你會知道說 欸 安全帽上是可以架設 那這邊我 因為沒有類似的工具 所以就只是把自己背包 右側的一些 規定做改戰 然後把 伸縮桿保在上面 那 這邊兩邊固定之後 欸 排起來 呃 立起來 然後 在洗上機的時候其實 欸 接近一樣是可以拍的 好 那 這個 對 那個背包這邊 就是相機真的架起來之後 真的還是蠻高的 這個 4 也是很不錯的 好 那 當然我們這是Costcard 所以我們這也是要講一些開源的事情 Insta360它本身像今天買了之後 它其實有專有軟體叫 Insta360 Studio 就是你可以自己出一下影片 輸出360 呃 輸出360的影像 不管是照片還是影片 那為什麼我不用呢 因為我只有Linux 它這邊支援的東西 要嘛是Windows 要嘛是Mac 我想用也用不了 不過沒關係 身為工程師就是要客服問 那 Insta360它手機的App其實也有輸出功能 只是 輸出的時間相當的算慢 一張照片它輸出可能就會需要花超過40秒到1分鐘 其實 一千幾千張照片拍下其實是有點不能接受 那在 嗯 Insta360它裡面其實是可以插 嗯 應該叫什麼 Mini Micro SD卡 本來就非常小的一張SD卡 那裡面的原始的那個圖像的 檔案結構其實就如像 它 我不太確定是照時間還是照怎麼樣去做分類 但是它 最上面是要講要嘛是CAMERA04 05 這樣子一直照順去拍下來 那 嗯 它裡面就是有 會有那個 副檔名為 INSP的 那個照片 那 它其實就是兼配的格式 啊 Insta Picture 我只能猜它大概是這樣的縮寫 那 這邊的Fundnail縮圖就不用管它 因為其實我們在處理的時候也不會用到它 好 講了這麼久 剛剛也看到三熱影像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欸 它從SD卡取出來的原始影像 它其實就是兩個圓形的鏡頭 注意哦 照片它還是方形的哦 只是這個黑色的地方 它其實都不是相機拍攝到的地方 那兩個越遠鏡頭排排站 就是我們這個360相機它前後的越遠鏡頭 合併起來的影像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初要處理的檔案格式 對 相機的鏡頭要好好保護 不然 刮到就不好了 好 那這邊有個簡單的影片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360相機的原理 那 要是兩個魚眼鏡頭它合成起來是一個球形的話 那它是怎麼去投影在一個大的長方形的布幕上形成 所以我們直接配檔案大概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 求南北極的部分 它就會結合到那個長方形圖片的中央 差不多在這個部分 那當然在照片正中央最上跟最下的話 其實它的那個 它涵蓋的範圍是非常非常之小 好 那 我們 剛剛看到的是創一眼 這是我在台北街頭拍的照片 大家可以注意到說 左邊跟右邊它其實是一張訪告牌 它應該是要合起來的 那我這邊做完全景圖 我先不說怎麼做 我先把它做完 大家看到說 這個資料紀元項目 它是合起來的 但 欸 這中間是真的有一點過度 或者是不連續 這是 我們照片在縫合的時候 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 這差不多是在圖片 右邊四分之三的部分 那注意到 左邊四分之一的部分 縫合它其實也有一點不連續 仔細看得出來 但是 要是放到劍裡面來的話 其實看過去是還好 剛剛講的這全景圖 那也有一些東西是QB-MAT 這就不講 這個跟本資主題 不關聯 好 那終於要講到 Open Source FFMPEG 處理影像的第一把手 開源的Library 那也有非常好用的指令行 Free Open Source 那從2000年就開始了 唯一的結論就是 The Best Solution For Video 但是 我們剛剛不是說 我拿到的是JPEG 它這邊講的是Video 那個影片 其實要怎麼用FFMPEG來處理 其實它的工作原理相當簡單 從最左邊 就是我們原始的Input檔案開始 它首先會先經過一個解碼 Denuxing的過程 那首先會把音訊跟視訊分離開了 那在Decoding的部分 則會把視訊的部分拆成一針一針一針 因為一個影片 要是所有針全都包在一起的話 會相當大 所以會有個解碼或者 加密的過程 那解碼之後 就完成一針一針的影像 那每一針影像在最右邊 經過各種filter去做處理之後 得到處理過的一針一針的影像之後 在做Inputing 在做那個 接碼完是編碼費 那最後再跟音訊混合之後 就輸出成原來的檔案 那如果我們輸入的東西 不是VIVIO而是圖片呢 其實也是可以 FMPEG剛剛說 我們輸入的檔案格式 它其實是可以指定 是用圖片來做輸入 那我們只要把圖片當成一針一針的影像 只要把圖片當作已經解碼過的影片 已經變成一針一針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它是完全沒問題的 所以這邊會有一些參數是 就是PEG這邊就指定一些參數 那我把輸入 副檔名為 INSPN檔 照片當成輸入 那輸出的時候 我就用 001,001,001,003 這些Digi開頭的 JPAC的圖片當作輸出 其實我就可以做到 用FMPEG 這個處理 影片的指令 來去處理這個照片 好 那 真正我在做 在做 360影像混合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做 首先這個FMPEG 就把他一些 Verbless的一些雜訊給幹掉 那接下來 VF Video Filter 它是針對每一針影像 再去做後製處理 所以說真正 對三人影像 有邏輯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 這個Argument裡面 那大家有看到說 它是用等於 來去做那個 連接的 就是指定一個 Filter 然後再指定它的Value 那不同的Filter 之間 它是用冒號去做更改 好 那 360 其實 FFMPEG 它可以處理超級多種的格式 可以做非常多種的處理 那針對360影像 V360 它這個Filter 它其實有很多的做法 那首先 右 Pitch 它其實就是 飛機在飛的時候 那些旋轉的角度 大家看一下我頭 那個 所謂的Pitch就是這樣子 所謂的Raw就是這樣子 所謂的那個Yu就是這樣子 其實 我臉這樣子 正對出去都是相機的鏡頭 那各種旋轉 其實就是 這些參數所要做的事情 那 36的影像 它其實可以處理的東西也很多種 像我們剛剛看到兩個月眼鏡頭 它其實就是 Duo Fish Eye 雙魚眼 那它當然也可以處理單魚眼 它可以把那個36影像處理成 1乘以6個立方體 然後一行 1 2 3 4 5 6 或者3乘2立方體 1 2 3 4 5 6 對 但我們這一次其實輸入是 Duo Fish Eye 雙魚眼 那我們輸出是 Equorectangular 也就是全鏡圖 它其實比較像是方形的 Rectangular M-E-C-T 時間好像有點不太夠 沒關係 那 真正我 最終寫出來的Code會長這樣子 360的那個 filter參數會這樣子做設計 FOV Field of View 則是我們語眼鏡頭 它所涵蓋的角度 有些語眼鏡頭涵蓋的角度 我比較小 那我們這邊 Insta360 其實我並不太想 而是它實際參數 不過 我大概就摸出來說 欸差不多 輸入1900其實可以 去做 去做應付的 好 那剛剛 Video Filter的部分 去做這些參數的輸入 然後後面 右Pitch Raw 其實 就只有動過Raw A 就是把鏡頭水平轉 轉差不多90度 這樣子看 看出去的話 正面 車輛正面的那個影像 還是會在正面 好 那用Bug對來跑 這樣子 比較快一點 那這邊的參數 就不實際講解 本來我想說 呃 再多講一下 不過 呃 剛剛FFmpeg 這邊是直接使用 特定的360的filter來做 那這邊我們則是多了一些 嗯 奇巧引技 這其實 呃 比較像是輸入了 這邊有很多的附愛參數 那其實比較像是輸入了很多 影像的來源 然後再把它混合在一起 不過這邊就先不細講 因為真的有點多 時間不太夠 那剛剛的參數它用 也會用到一些PGM file 那其實也就只是 呃 指定一些 數值 然後 這是一個 10px x 10px 的小圖片 那這邊 2525 其實就是灰激而已 那像是這邊 10px x 10px 的那個PGM圖檔的話 它會長成像下面這樣子 的圖片 我這邊 啊 現在也過不下 呵呵 那真正 我們會 呃 在做影像處的時候 其實還要再考慮到更多的因素 首先就是 各個製造商它 有一些 鏡頭的參數 它其實 有公開 或者沒公開 那其實這東西就是 鏡頭校正 基本上每一個製造商出廠相機 它 呃 都會有一些校正參數 那我這邊 呃 列出來的 Lenspump.github.io 它則是一個 開源的 鏡頭校正參數的一個資料庫 Insta30 並沒有被收入在裡面 但 呃 我 以後應該會再去摸索一些 參數出來 然後 呃 看看可不可以貢獻到裡面 有可能不行啦 那 那處理的實力 其實 我們剛剛看到的 都是 FFMPEG的一些參數設置 那這邊我就 丟一些 YouTube影片 那因為我們開車 其實 照片它可能 隔個3秒5秒才做拍攝 那這邊我是用人家 就是連續影片來做處理 你們大家看的會比較清楚 首先是雙魚眼 它 最原始的影像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一陣一陣的圖片 它其實 影片拍攝起來會長這樣子 那不管是影片 還是單張照片 其實處理的步驟 都像我們剛剛講的 用FFMPEG去做一些參數設置 都是可以去做到後期的處理 好 那下一個 看一下 那剛剛就是 在用V310這個filter 去做縫合之後 可以看到說 欸 我們這邊照片前1.4 跟後1.4 其實它會有一些不凌去的部分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 想像一下我們剛剛 整個球體展開成 方形圖片的那個過程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真實在照相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完整的 漂亮球體 因為 你照到每個物體 它其實遠近都是不同的 這就造成說 真正在做投影的時候 其實 並不能用非常單一的算法 去把它直接算出來 所以最後 最後做縫合 其實還要透過很多 非常多的後期處理 但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例如說 我們可以不要讓 雖然我們沒有經過很大量的後期處理 但我們可以 用一些方法 例如說 把照片柔化 或者是說 做一些過渡的效果 而不要讓剛剛 過渡的邊界那種難看 大家還是可以看到說 前面1.4跟後面1.4 還是有一些 不連續的部分 但其實已經柔了很多 這也是我剛剛在Carta View這邊 上傳的地方 顯示出來的照片 大家有注意到嗎? 欸 建築其實有沒有 不太連續 但是 有一些漸層 所以其實 並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 有沒有 機車也是 然後這位是 辛苦的Alan跟Miku 掌聲鼓勵一下 他們 在那個 照街景的時候 其實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好 那 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大概超過5分鐘 再多講個3分鐘就好 那 真正的 去做成果看一下 呃 對 這個 目前這個照片 雖然是停車場拍的 但大家也看到說 欸 其實真的去做一些 柔畫風 來做風和的手段的話 其實 呃 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被發現 雖然說 有一點脫失步 但是其實 好處就是 用FFMPEG 它 可以做到非常快速 大量的去 呃 處理照片 比起你一張照片 只花了40秒 可能一兩秒鐘 就可以處理完整 呃 一張照片 那 一次 呃 開車出遊 拍街景團 下去幾千張照片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大量去處理 然後就上傳 好 那 上傳的步驟 其實不管是Color View 還是Mathillary 它都有 那個 做開源的一些腳本 去串列到API 那 真正比較需要注意的 是我們照片在上傳的時候 其實 EXIF 就是照片夾帶的額外資訊 其實是非常重要 第一 你的projection type 脫穎的方式 你必須把它指定為 equorectangular 就是那個 長方體 然後又是全景 那 再來就是 呃 看一下 Use Can Aroma Viewer 等於處 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這張照片 在給使用者 去做視聽閱讀的時候 其實它就指定說 你要用 呃 全景的方式去做瀏覽 也就是 我們一開始 呃 在看 在看影片那種方式 好 那 再來一個重點是 Insta360 那 東西很好 但是它的那個 這個GPS定位 其實爛透了 既然我們是要做街景 那每張照片 都必須 那個 去真 真的知道說 在地圖上哪個點位 所以說 定位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那既然相機 沒有辦法幫助我們達成 其實 這一次我們 呃 它會輸出GPS檔 然後我這邊 在做後期處理之後 就是 最前面這一欄 是 Epoch Time 就是 Unix Time 基本上每一秒鐘 都可以記錄到一個點位 啊沒有東西 就說內插就好 內插其實 有時候 並不會落下太多 所以說 點位都非常足 所以說 不管我 要是我 開車開出去的時候 就已經記錄了 GPS的那個 軌跡 那其實我每一秒鐘 其實都點位了 其實拿去補足照片的 細節其實是非常之夠的 那 呃 在 把GPS的 那個 資訊印到EXIF 大概就是 用EXIF Tool 然後去指定它的 Longer Due Later Due 那 大概就是 做類似的事情 那實際上 腳本 我是把它放在 我自己寫的 最後 呃 頭影片最後的 Script這邊 對 它 說明文件還沒有寫很完整 但總之 我這邊上傳的部分都在這裡 好 那 那 相機 其實 出遊的時候也是限制蠻多的 例如說 呃 天氣帶熱的時候熱當啦 或者是你 記憶卡容量 不小心 前一次出遊 沒有刪除就爆掉啦 之類的 好 那最後當然 呃 大家還是要有 試過的心理準備 對 像我自己之前出遊的時候 就是不小心 包到人家的車子 那其實 呃 雖然沒有出什麼大意外 但是 也是到警察局那邊做筆錄 也是花了不少時間 對 就是除了相機之外 就是 道路的那個 安全也要非常 注意到 好 那先講到這邊 呃 來 來 來 這邊都聽得到 我想問一下 喂喂喂 有聲音嗎 欸 聲音其實夠大 他這邊是怎麼 你說他20萬發車裡面 一切都是成本 經費的問題 一切都是成本 哈哈哈哈 我那個 我那個 申請的那個 經費部分 因為這20萬 可能他會簽了 這部分 所以我們才用比較 低成本的方式 對 這的確兩分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爲 Insta三流的相機 其實是人家做 運動相機 滑雪啊 衝浪啊 拿一根長的自拍棒 在那邊耍帥 就是拍影像用 它其實 GPS的功能 也是針對那些 定點軌跡 去 衝浪 短距離使用 而不是說像我們這樣 長城開車去 這樣有用 所以 其實我們是 把錯的相機 拿在 街景拍攝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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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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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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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台 就Ruco 那 這邊提到 Theta360相機 其實我們在 出車的當下 有另外一個同伴 他雖然不是拿為 機器 因為我們不買相機 但是他自己手上有 Theta相機 其實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架在車頂上 那我們中間其實也發現 就是 蠻多操作模式上的不同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些結論 就是說 Theta的GPS其實算比較準 所以 GoPro的360相機也算卷 它有內建 GPS 所以我剛剛提到一些 GPS的後製 就是後期處理場面 在這兩相機上 可能不是那麼 不許 可能不是那麼需要 差別主要會在這裡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 雖然 我是用自己的 GPS的LOG 但是它難免還是會有差 那 不曉得就是有沒有 你們有嘗試過 就是手動去修正嗎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其實 就專 GPS的點位 是對的 但是還是有就是 相機它的 每一張 比如說 就是 面向的方向不一樣 但是 所以就是 是不是也有 就是你們有嘗試去修正這個東西嗎 因為其實 因為我說圖很多 所以其實需要一個比較快速方便的方式來修理 這個問題非常好 首先回答第一點 就是有關照片確切點位 當然我們自己用手機機率不可能那麼準 而且 而且 車子在開 不可能說 每一個記錄到的點位都是 那個時間點 準確點位 但是 CALW跟Meteory其實都已經幫我們想到 照片 軌跡在上 上傳的時候 其實裡面看到說 我們照片的軌跡跟11道路的軌跡是有一些差別的 但是 這又怎麼樣 其實 這個事情每個人都會碰到 所以 這些平台就提供一些很方便的動作 這應該是 TAG 直接把我們照片軌跡到既有道路上 當然 這東西是要求說 我們OSA已經有既有道路 他們才可以去把它 到道路上 那 這個東西其實並不需要上傳者來做 而是整個平台的自己能有使用功能 總之我們商人者只要不要確保 我們自己的點位不要拼得太遠 其實這都是有幫他興趣的 那第二點 就是照片朝向的問題 Insta310這邊算是比較複雜 因為它本身INSP裡面的一些紀錄 它的一些ESIF的東西我還沒有完全理解 那目前為止我在上傳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忽略鏡頭 我對朝向的部分 其實這有點偷懶 但是 我自己 有信心說 在 研究之後 我是可以去把這些照片去做重新修整 同樣一份照片我再上傳一次 那可以把我自己上傳的 幾乎都 再把它修得越來越好 OK 那我稍微有點延遲 所以就在這邊感謝一下靜凡 那等一下的話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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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